相信你看过这个动画 也或许看过这个动画 这就是去年在亲子社团跟群组间广为流传的影片 《极竹生界》的作品 《拖不下来呀!》 及《爷爷的天堂笔记本》 其实从极竹生界的第一个绘本 这是苹果吗? 也许是哦 我就对他的作品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次念给千穿二宝听的时候 让他们笑得东倒西歪 到现在还常拿出来自己看 苹果这本书运用了无限的想象力 让苹果变成房子 戴上假发跟帽子 假设它有个性有情绪 甚至怀疑苹果是否是从外太空来的 而接连着定做一个机器人假装是我 又用一个复制人来做出发点 让孩子能够建构跟挖掘属于自己的样貌和个性 今天我想介绍的 就是极竹生界的新书 爷爷的天堂笔记本 虽然它归类于儿童绘本 但读完之后 我深深觉得它也很适合成人读者 原因是 作者用不同的角度诠释生与死的议题 也利用孩子们都能理解的趣味方式来呈现天堂和地狱 想象天堂是个可爱的游乐岛 到处遇到名人 发心可以随意变换 大家都会赞美我 地面很软 就算跌倒也不会痛 可以到处飞来飞去 还有 上厕所的景观超棒 当然 过往我们想象的地狱是阴暗恐怖的 但是极竹生界 却用日常生活的比喻来诠释 像是地狱的厕所只有一间 做什么事情都会被骂 生日礼物是打针 晚上要把贴纸撕得干干净净 还要听悲伤的故事才能睡觉 这样截然不同的呈现 其实更贴近孩子们的世界 面对这个议题 父母们常常会顾虑太多 而不敢碰触 反而小看了孩子们 对死亡的认知跟理解 甚至是调适能力 所以我建议 家长们可以利用绘本 一起跟孩子讨论 鼓励孩子们来想象 也借用想象来探索未知 并且让孩子学会珍惜生命 那这些也将帮助他们未来 面对失去的时候 有个比较正面的心态 其实我们都无法避免 离开这世界的那一天 对不对 所以更是要早一点学会珍惜 珍惜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珍惜基础深界常常传达的 找寻自我的存在感 在此推荐 爷爷的天堂笔记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